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身份上呢 一个是台湾的前领导人 而一个呢又是现任领导人 所以呢 不免外界啊 对这两个人的行程进行各种的比较 在3月27号 踏上参访大陆的行程之前 应该说 几乎没有人会看好作为台湾前领导人的马英九此行会取得什么样的一个成果 但是我们说 时至今日 马英九访问大陆的正面效应 应该说是远远要超出外界的预期 在近年两岸社会敌意不断螺旋上升的一个当下 她的出访确实对于大陆民众改善对于台湾的观感起到了一定好的作用 好 我们再来看蔡英文这一边 应该说她的这一次过境美国远远没有如绿营所预期的那样啊 而且她的这个行程安排也是不断的更改 那么在蔡英文出发之前 拜登政府相关的新闻简报啊 临时是几经变动延迟 那么最终发布的时候呢 也是刻意强调 蔡英文是过境 而且呢是私人行程 呃 蔡英文在这个哈德逊研究所的这个演说啊 原计划呢 跟她对谈的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但是最后蓬佩奥也未现身 总之呢 这个蔡英文的这趟行程应该是远非她的行前所宣扬的那样的一个高调 那接下来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个蔡英文过境美国 美方低调处理 还有这个马英九的这一次出访 从改善两岸关系的角度 到底有没有啊 得到大陆方面的一个积极的回应 那么今天呢 就有相关的话题啊 我们的节目要进行解析 欢迎今天的嘉宾 中国时报社长王硕中先生 王社长你好 称称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嗯 那根据今天早上我们刚刚得到的这个消息啊 这个最终呢 从麦卡锡办公室是传来了 这个确定的消息就是她在4月5号啊 是会跟蔡英文要见面的 但是我们说蔡英文此次的这个行程啊 总体来说我们可以用两个字来说就是低调啊 和整个我们说这个马英九在大陆的这个行程 他的接待层级不断升高的这样的一个对比的话 确实蔡英文的行程啊 让人觉得是不可琢磨的 那么对此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 今天早上啊 我们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 那就报道了 蔡英文在4月5号要跟麦卡锡 这个众议院议长碰面 其实昨天晚上啊 那我们的随行随团的记者啊 就把这个相关的讯息传回来 那当然这个讯息啊 其实是台湾这边啊 总统府主动的发布这样的讯息 那在这四月 这是我们说3月29号啊 这个马英九啊 这个到大陆访问 3月27号马英九到大陆访问 3月29号蔡英文到这个美国访问 这个时间就如同主持人讲的 他重叠的部分 他们回来都是4月7号 重叠部分非常高 所以引起了台湾啊 还有呃 这个海外有很多的这个关注 那台湾有一个漫画 非常有意思啊 那台湾的媒体的一个漫画 这个蔡英文在左边啊 蔡英文啊 这个蔡英文在左边啊 这个马英九在右边啊 这个蔡英文在右边马英九在左边 马英九在以台湾岛的这个距离 这个位置啊 马英九往左走啊 蔡英文往右走 蔡英文到美国去啊 他是任主啊 主人的主 不是祖先的主 马英九往左边就从到大陆去啊 是归宗啊 从这幅漫画啊 就可以看出他们两人 在差不多时间重叠的形形下出访啊 的一个方向啊 其实蔡英文和美国啊 是配合最好的一个台湾的领导人啊 我们从李登辉时代到 陈水扁时代到马英九时代 再到现在的蔡英文时代 也就是说台湾进行民选总统 世界总统以来啊 蔡英文是跟美国配合最好的啊 那他不会像陈水扁会有暴冲的状态啊 那甚至在这个小布希时代啊 承知布希时代 认为说蔡英文 那个陈水扁是麻烦的制造者 所以蔡英文在美国啊 他可以看出来就像主任说的啊 这个拜登政府非常的低调 那拜登政府为什么那么低调啊 其实我讲应该是一个很 很简单的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俄乌战争啊 其实现在处在一个关键期 美国其实并不愿意同时啊 在东西两边啊 跟俄国和中国这两个 全球第二大第三大的这个 军事国家啊来进行对抗 这是非常清楚 他也不愿意跟大陆在这个时候啊 冲突升高 那另外啊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因素 所以拜登政府啊 他们也试图啊 在和大陆展开这个建设性 这个往来的关系的时候 那他也不会让蔡英文进行 这种搅局的状态 所以这两个因素啊 也造成目前啊 蔡英文到美国访问 美国政府如此的低调 而蔡英文也同时配合 我们看一下蔡英文的行程 他先到纽约啊 那然后再到瓜地马拉和贝里斯 这两个在中美洲啊 跟台湾有邦交的国家啊 那马上要回到啊 这个加州过境啊 那在目前为止看来啊 美国政府低调 蔡英文政府 蔡英文非常低调啊 所以这两个因素啊 是主要的因素 嗯 好那我们 我还看到一个联合早报的 有一个评论 他说这个马英九的这一次行程啊 是用精巧的擦边球技法 来维护了民国 又展示强烈的中国人情怀啊 那么结果呢 他测试出了北京对台湾 可以有怎样的一个弹性空间 啊然后呢 又显示了北京对台湾 求同存异的包容程度 也达到了过去没有的新的高度 您对此有什么样的评价 蛮久这一次回回大陆 应该说是这个第一次踏上大陆 因为他在香港生的 他在台湾成长70多年啊 他从来没有到过大陆啊 他的主级是湖南 所以这一次他把他的行程了 当做是一个认主归宗的啊 真正是认主归宗的一个行程 他的行程很多人看到他的行程 也觉得他是刻意的啊 在大陆的行程要展现出凸显出啊 中华民国要凸显出他的这个抗 就是抗日战争这样的一个心结啊 所以其实马英九这个行程啊 我们总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 其实只要认同两岸是一中的啊 大陆啊这个 在主权上和国际上都有很有弹性啊 我们回顾马英九八年的任内就是如此啊 那马任内啊 我们印象很深刻的啊 我们在采访这个在台湾呢采访 海基会陆委会的这个计程 印象都很深刻是 当时大陆的这个国台办的主任 和台湾的这个陆委会的主任 王玉琪 大陆国台办主任和陆委会的主委啊 王玉琪是互相称呼对方的关系啊 那从某些意义来讲啊 这个是大陆的一个让步啊 那另外啊马 习惠在2015年的马习惠 其实是在第三国新加坡举行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象征意义啊 也象征两岸其实关系越好 大陆弹性就越多 如果两岸关系越紧张 大陆就会越计较 所以台湾要求国际生存空间的关键 是两岸要同俗意中 但其实同时我们也听到了 不一样的声音啊 关于马英九先生这次访路 那么大陆方面呢 当然是有民众啊提出了一些疑议 因为马英九先生在位的时候 当时提出了一个三部政策啊 叫做不独不捅不武啊 那么大陆的民众呢 对于他的这个三部政策呢 应该说是进行反思之后呢 还是存在很大的一个疑虑的 另外我们在这个台湾方面 我们看到啊 尤其是这个绿营 政治对手绿营 他们是很期盼 马英九这次的访路行程啊 来成为2024年总统大选绿营的一个助选员啊 因此呢蓝营据说对此也是表现忧心忡忡的 那么对这样的一些言论您是怎么看的 台湾社会啊 其实现在是非常分歧的 台湾有60%以上的人 在中美对抗的时候 他会站边在美国 台湾有20%左右 只有20%左右会站在大陆这边 但是台湾在两岸交流上 在希望两岸和平上 又占了60%就有大部分的人 希望能够两岸和平 两岸交流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矛盾的状态啊 也可以看出台湾社会啊 现在啊这个 在中美对抗也好 或者是在未来年底的选举也好啊 就是我们说明年初的选举啊 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 两岸关系 其实跟中美关系是交叠互相影响的啊 那但是您刚才提到的啊 另外就是 呃其实蛮久这八年任内啊 这个 他只断交了一个国家 而且这国家还不是大陆主动争取啊 那但是蔡英文在这七年多的任内啊 其实已经断交了九个国家 就如同您说的 这骨骸效应其实已经发生了啊 而且民进党现在啊 他越坚持分离台独啊 台湾对外生存空间 其实就越受打压啊 那也可以显示啊 在明年选举啊 这是民进党要 在对外政策上 他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嗯对 刚刚你已经提到了啊 就是在蔡英文任内啊 应该说台湾跟很多的所谓的邦交国家都断交了 那么近期就在他出访之前 我们说这个宏都拉斯就正式跟这个台湾是断交 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个王社长 您觉得这件事情对接下来2024年台湾岛内的大选会产生一个什么大的影响啊 那我们说是不是接下来这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会开启 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国家来跟台湾断交呢 目前有一些警讯啊 也显示像台湾最重应该说是现在目前最大的邦交国 在南美洲的巴拉圭啊 甚至在这一次蔡英文出访的这个瓜里马拉 那也传出 因为这个瓜里马拉现在的政府可能六月会更替啊 也就是现任的总统会被更替掉 那在整个中南美洲啊 我们现在中南美洲前面 七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头啊 有六个是左倾的啊 那这六个国家 就是说中南美洲绝大部分的国家 现在也长 就是说台湾应该是台湾最重要的外交重镇 那剩下的13个国家主要就集中在中南美 那这些国家其实目前啊 都大多数啊 我们感觉到啊 都希望说跟大陆建交 尤其是国内的这个声音啊 希望跟大陆建交的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在台湾现在 民进党同时要能够维持他所谓的这个 独立也好 或者他强调这个中华民国台湾这样子的一个 在国际上被认可的这样子的一个 条件下也好 其实这种条件是越来的越稳缩 而且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其实对于民进党年底啊 台湾民众会质疑他到底啊 他的在处理国际事务上啊 尤其在现在两岸处的对抗状态下 他的一个空间在哪 好 那么我们再把镜头可以拉回到 我们看一下中国大陆方面啊 应该说近期中国大陆的一个叫和平战略 应该说斩获了不少的国际好感啊 那么也是汇集各种资源去要呼吁和平 去解决各种各样的一个争端问题 推动像中东啊 还有俄乌啊 拉美走入这个和平发展的轨道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一种声音就会说 很担心接下来台湾会被美国推成下一个争端点 对此您怎么看呢 我们看到这个大陆其实他并不愿意啊 调入这个美国设定的所谓的台湾限制啊 那这个是怎么样的限制啊 我们看到美国非常希望啊 尤其是在 这个最近两届的政府啊 这个包括川普啊 包括现在的拜登 看到中国的快速崛起啊 甚至威胁到美国全球霸权的地位 所以他们希望啊 中国可能花更多的精力来处理处理啊 这个 两岸之间的问题啊 甚至啊 陷入美国所谓的这个我刚才提到的台湾陷阱 也就是说美国希望用台湾 问题来消耗中国的这个政治力啊 军事的能力 或者是他对国际的影响力啊 那这个陷阱啊 大陆其实从去年底度续续啊 发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啊 其实对两岸的发展啊 对中国的这个发展啊 尤其是中国大陆在未来啊 对于这个国际的影响力啊 都会受到影响啊 所以他们现在在 应该说从特别是在今年初 整个策略调整 甚至我们说在这个20大以后 20大以后明确的提出很多 在国际社会上一些 观点啊 和一些方向啊 那这些方向其实让外界觉得 他们现在已经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 采取和平的战略 来反击啊 美国这个用对抗 或者冲突的这个战略 那美国希望台湾做棋子 来压制中国的崛起 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啊 其实大陆已经洞察先机 那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中国这段时间啊 在国际社会啊 尤其在沙尔地亚国和伊朗啊 调解这个中东最大的两个 国家啊 一个虚拟派 一个实业派啊 这美国是 数十年来搞不定啊 那让他们能够和平相处 那 中国在这个 国际社会的声望啊 也快速的提升 那目前全球关注的俄乌战争啊 中国也提出了和平方案 目前俄罗斯啊 还有乌克兰啊 都可能啊 针对这个中国的和平方案进行研究 一旦啊 中国在俄乌战争 能够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的话 其实对于美国全球霸权来说啊 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冲击的 嗯 没错啊 其实正是这样的一个和平战略啊 也给了大家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那么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啊 或许我们也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 好 非常感谢王社长今天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您 谢谢称称 谢谢观众朋友 嗯 好 那我们说 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一环 两岸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心愿 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不仅要有坚定的决心 更要有当下展现的战略定力 但是疫情之后 现在要复苏 拼经济和外交是更加重要与紧迫的一个事情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当前对台湾的战略应该是维持台海地区稳定 而不是为了台湾问题和美国去摊牌 或者说被美国诱战成功 而对于台湾来说呢 不管是蔡英文过境美国还是马英九访问大陆 两种路线引起思辨的背后 都是台湾在美中两大国之间竞争当中寻求和平的渴望 那我们期待台湾早日能够回归 也希望看到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和收听热点观察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